加州 调查发现大量加州居民仍然不愿在户外取下口罩 Survey USA和KABC这州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大多数加州居民支持在6月15日全面重新开放该州的决定 并且仍计划在室内戴口罩 600位居民上周参与了该调查 有21%的受访者认为重新开放为时过早 42%的人认为重开日期刚好合适 而有25%的人认为开放的太迟 另外11%的受访者不确定 随着重新开放 加州也放宽了戴口罩的要求 以符合当前的CDC指导方针 接种了疫苗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再需要戴口罩 但尽管有这样的指导 64%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仍计划在室内戴口罩 24%的人表示不会 12%的人不确定 同时44%的受访者说他们将继续在室外戴口罩 而45%表示不会 虽然加州在4月底就放松了 对已经接种疫苗的个人在户外戴口罩的要求 加州州长纽森曾表示 会推出疫苗接种验证系统 但表示该系统是自愿的 不会成为疫苗护照 接下卫视记者 李爽报道